A金屬跟B金屬 比熱分別是0.23跟0.1 它的密度分別是4跟3 現在我要把它弄成合金 使這個合金比熱是0.15 它要混合的A金屬跟B金屬的體積比是多少 我們曉得這個混合的密度 合金的密度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這個M1加上M2 2分之M1 SE加上M2S 這個類似的話 是你拿M1的A物體 然後它的比熱SE 這個是A物體的熱容量 B物體的熱容量 合起來是總熱容量 總熱容量你把它處理總質量 就是合金它的比熱 現在的話 它這個質量的話 它M1是等於D1V1 那M2的話 等於B2V2 那現在的話 所以我M1的話 可以把它代成D1V1 所以這個就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是 M1多少 D1V1 D1V1 4V1 加上3V2 那這個多少 4V1 SE 乘以0.23 加3V2 乘以多少 乘以0.1 好 那這樣等於多少 現在我上下 現在我上下 把它除以多少 除以這個V2 因為它算V1比V2 我上下把它除以V2 我就令V1比V2 我令它是等於R 等於R的話 那這樣等於多少 這個就變成 4乘以多少 0.23 0.92 0.9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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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4 4 4 5 4 5 4 5 5 這次等於0.92R,加上0.33 等於12比上32,432,4832,所以是3比8 也就是說V比V2是等於多少呢?3比8 所以答案是3比8 所以是3比8